因为他童年幼年时代坎坷的经验 是多数人一辈子活不过来的 那天聊天六七岁的时候 他在某家待着 人家对他不好虐待他 六七岁的孩子身无分文 他可以从大连自己坐火车回沈阳 郭德纲这一句话 揭开了14年前一段轰动京剧界的往事 囚禁陶阳给陶阳改姓三抢陶阳 2007年9岁的陶阳 第一次见识到了人生疾苦 前几期视频我们说到 陶家父母无法忍受陶阳遭受的种种 带着一众亲戚前去沈阳抢小陶阳 当时提到一个细节 陶阳在派出所不愿意和亲生父母回去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培养 他们选择留在大连靠修表赚取营生 把儿子送到沈阳 并寄宿在王府中的家里 将小陶阳放在沈阳跟王府中学艺 陶家父母则是去了大连谋生计 父母一边修表一边想念着儿子 小陶阳一边练功一边想父母 长期的两地风格让思念都淡了许多 小陶阳说他也有很想念父母的时光 却总也见不上一面 一切的变故直到陶家父母某次看电视 成了三抢陶阳的开端 在派出所里调解之时 小陶阳的态度让在场民警都大吃一惊 跟我们回江西老家我们不学了 陶家父母说 小陶阳三番两次拒绝沟通 父母满眼心酸 此时只能让小陶阳姐姐出面谈话 跟我们回去吧 小陶阳这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我不走 这三个字让陶家所有人都不敢想 也不能想 长期与自己朝夕相伴的京剧 似乎成了小陶阳心中 比父母更加可靠与信任的东西 也是在这时陶家父母意识到 他们真的与陶阳分开得太久了 三抢陶阳之后 陶家父母终于带着陶阳回到了江西老家 小陶阳选择将自己封闭起来 整日不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关于最好的姥姥姥爷 可能也都没什么话可说的 你从那个这完全两个环境都太小了 接受不了这种 这种一跳出跳入受不了 半年后 转机来了 曾和他两次录制节目的 郭德纲发出邀请 希望陶阳可以参加自己相声剧的演出 陶家父母心中仍有芥蒂 可这一回不再是2007年了 陶家父母赌对了 然而世人只了解陶云社 对其身后的麒麟巨社却略知一二 比如麒麟巨社的成立 陶阳并不是第一选择 我们说京剧复兴 复兴 三清门的复建 就预示着京剧的复兴 这说的便是麒麟巨社 2016年8月18号 位于北京前门大石烂 这家老戏院内红灯笼高高的挂起锣鼓声也响彻天边 郭德纲在这里组建了一支京剧巨社取名麒麟 1790年 为了给乾隆皇帝祝寿 四大徽班受邀进京 最早来的是三清版 直到1950年 这座年久失修的老戏园子不得不停业 这是时隔整整26年 三庆园的牌匾重新在园纸上挂了起来 这寓意着作为七大戏园之首的三庆园 重新迎接承载着悲欢离合的皮黄之声 那天晚上作为麒麟巨社的第一场演出 郭德纲和土地陶阳唱了一出 《左连城进京》 大张旗鼓开业的麒麟巨社 首先就迎来了敲打 京剧的萧条可以说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其中包括郭德纲 包括陶阳 尽管每周四场演出也改为每周两场 也依旧没有让麒麟巨社转亏为盈 郭德纲心中不忍 却也没办法 2016年底就在麒麟巨社开业三个月后 这天最后一场演出 郭德纲到场 随着锣鼓声的停止 大幕的拉合 郭德纲好一阵没说话 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宣布麒麟巨社 暂停营业 陶阳此后虽有演出 却也是在相声的舞台上 还有吸引吗 这是那段时间 郭德纲常问小陶阳的一句话 终于在某天夜里 小陶阳和陈淑彤去了郭德纲家里 坦白自己的想法 想再演最后一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麒麟巨社率先地打破了此局面 火的仅仅是麒麟巨社而不是金巨 作为一个巨社固然是以盈利为主 作为一社之长 你可以金巨能力不过关 但管理协调能力必须是首要考虑 看如今的陶阳 97年出生也才刚刚24岁 担任此大任恐心有余而力不足 过几年我们再看 小陶阳也在成长 时候到了 能力匹配上了 自然也就在干爹的考虑中了 看完本期视频 动动你的小手点个赞 让更多人了解麒麟巨社 了解陶阳 我们下期见